林舒豪可能會讓台灣的各支球隊 在防守體系上面必須要做出一些變化跟改變 他應該會是現階段整個PLUS LEAD裡面 打擋拆破壞力最強的控球後衛 鋼鐵人如果他有打的情況下10連半 我抽10位一人一千好不好 抽10個觀眾一人一千 在節目開始之前要感謝這一集的乾爹 葡萄米粉湯贊助播出 有追蹤我IG的觀眾應該都常常看到我去這家店吃飯 那他必點的當然就是米粉湯 還有滷肉飯炸牛棒天婦羅跟炸五花肉 即日起只要符合資格 不管你是內用還是外帶 或是用外送平台叫餐 都會送一份我最喜歡的炸牛棒天婦羅 詳細的活動資訊我會放在影片的內文 記得滷肉飯要叫他滷汁加多一點 小壺夢想家的問題是不是很大 嗯 我覺得今天有點無可奈何 就是我知道我今天在轉播當中好像下半場 第四節的時候有說那時候 永勝的肥肉掛好像12頭還是11頭一中 那一定會很多人想說 為什麼他那麼鐵 還要讓他上然後不放 陳正傑或其他人 可是真的就是防守差異啊 你說沒有錢肯尼 然後Pointer守到 書豪效果可能還OK 但是就一直被換防 所以你到後面 真的好像也只有永勝能用 說實話 其實 在這個禮拜 開打之前 我還沒有先想到 夢想家打鋼鐵人這場 我是想到夢想家的狀況 我就覺得 應該要用無松位 可是 以現在夢想家的防守體系裡面來講 他已經不是去年那個防守最好的夢想家了 他已經不是 所以 沒有辦法cover無松位防守的這個點 所以他沒有辦法上場 不然 應該要有他 你看今天 那個夢想家的外線 一個字慘 真的是慘 有下半場有守也比較好 但已經為時已晚了 因為就像之前講的 書豪他在第四節的影響力還是很強 而且要想的一個點 下半場包夾蘇豪 當然這個改變我是給予肯定 而且效果也不錯 這點是事實 可是有沒有可能是因為 其他的球員 還不知道 在這樣的情況下 要怎麼幫助蘇豪 所以鋼鐵人第三節打的比較混亂 我覺得有一部分是這樣 放下十連敗 我抽十位 一人一千好不好 抽十個觀眾一人一千 小虎認為 季後賽後 林蘇豪會怎麼規劃之後的質疑啊 我自己是覺得林蘇豪還會打 因為 錢沒有人在嫌多的嘛 以他的實力 目前來看 最好的落腳點還是台灣 除非說 他去日本韓國或其他國家聯賽 可以不算 洋將的名額 Maybe是亞洲外援也說不定 不確定 但是如果以 現階段來講 台灣應該是最適合的 但我自己的想法是 說實話啦 認真啦 他應該留在 plus利的機會比較高 因為他想跟他弟打球嘛 同隊嘛 這就有點像 拉布朗那個概念 我不是說 林蘇豪跟拉布朗一樣強 我意思是說 有一個是想跟兒子打球 一個是想跟弟弟打球 所以我認為 如果林蘇偉啦 持續在 國王的話 林蘇豪應該 也會再plus利 其實我覺得 悟空 這一個點 要看到打到 國王隊 勇士隊 這兩個 我覺得要評價 悟空 要看他打這兩支球隊 因為這兩支球隊 都有一個非常強的小外援 Many狗跟辛特利 那樣子的對比之下 才是一個真正的考驗 對於悟空來講 就是 因為其實 你知道我昨天在 評 鋼鐵人 新北國王的比賽的時候 就是你認真去想 悟空 他在場上也沒有犯什麼錯 只是有時候可能接球的時候 他昨天打國王那場有兩球 應該要吹走步的 因為他腳步太碎 但裁判放掉 但嚴格 應該那兩球是有走步 那 不討論裁判 我的意思是說 我在看悟空打球的時候 我想說 你說他打的差嗎 也不差 也沒有什麼 太多離譜的失誤 然後也沒有說吃了很多球權 然後不做事 防守也不會說是一個很大的洞 但是 我後來想一想 不對的點是什麼 他是洋將 我們還是要拿一個洋將的規格看他 你現場如果去看悟空打球 你真的不會覺得他的身形是洋將 真的 我那天第一場 看到悟空要登場的時候 他那個資料上面寫196 然後 我想說 應該 滿好認的 但我找了一下 我一開始想說 沒有辦法 第一時間抓到悟空是誰 後來是要看臉 看輪廓才看得到 我們來講一下 這一次的那個 陶哥的表現 首先呢 這場比賽傳出了13個助攻 是生涯的新高 那 我覺得 13個助攻 這個數字 包含了很多含義在裡面 第一個是因為 夢想家的確沒有一個 封線有辦法守得住他的人 可能就是Poynter 那再來就是 這是他的第一場比賽 如果說你問我說 這一場 他的助攻13次有沒有超出我的預期 我必須說 是有的 因為 我原本預測可能20時 所以有電視台問我 或是人家訪問我 我預計這個賽季他的 場均得分跟助攻數是 27 20分7助攻 那今天13個助攻 這13個助攻代表的是 第一個我覺得 像剛剛講的 夢想家並沒有一個 非常好的 封線防守球員 能夠去限制住他 可能就是Poynter 所以這是少了 錢肯尼的差異 那第二個是 這是他的第一場比賽 其實你看到下半場 夢想家辯證以後 是有收到效果 所以這 這也是我想要講的就是 林書豪可能會 讓台灣的各支球隊 在防守體系上面 必須要做出一些變化跟改變 那這部分就是 其實 你說有沒有球隊 對手在做擋拆之後 去做包夾 我的印象裡面 國王跟 富邦友 有做過 剩下球隊 我印象比較沒有那麼深刻 領航員可能有 可是都不是 非常明確的 有一點點像是 讓球人在場上 零機應變 或是 這個球人突然打順的時候 他去做這樣子的 策略來降火 可是我覺得 面對到林書豪 接下來各支球隊 可能都會運用這個策略 因為 他的擋拆破壞力 他算是華異 所以 如果我們撇除洋將來講 他應該會是現階段 整個plus力裡面 打擋拆破壞力 最強的控球後衛 這一點我覺得是無庸置疑的 所以 針對到他加盟到plus力 各支球隊的防守 必須要做出一些改變 針對他擋拆的時候 這是我的想法 那再來呢 第四節 其實有講過 就是 如果有加入會員頻道會員的 我有在戰報裡面提到 就是第四節 不管鋼鐵人打到 夢想家 他的優勢都是在的 因為 可想而知的 夢想家 他的優勢一定會用pointer 跟大筆 基本上一定會這樣子 因為他沒有 錢肯尼的話 他還不用pointer 沒有人能夠守 林舒豪 請問小胡這場有沒有 所謂的舒豪哨呢 感覺今天裁判有喝龍骨湯 我覺得前面有一點點舒豪哨 但是後面反而是 有一些舒豪的犯規 裁判沒有給 我覺得應該要給 但裁判沒有給 所以 綜合下來 如果你要我說的話 可能一點點吧 一點點 因為後面有幾個 的確是我認為有吹判 犯規的空間 但裁判沒有吹 好 那再講回 可想而知 他就是沒有登錄 他一定是用pointer 跟大筆 因為 你不太可能用卡拉曼 卡拉曼打到鋼鐵人 有點不太適合 那在這部分的話 你就可以 我在戰報裡面就有講說 如果說他第四節 要 降低 林舒豪的殺傷力 他就必須要上pointer 因為他現在風線上面 沒有錢肯尼 沒有人可以守林舒豪 那 如果他要 派pointer上來的話 等於說禁區克拉索夫 會有發揮 結果這場比賽 克拉索夫在第四節得了8分 然後林舒豪得了4分 就是 比整個夢想家 他們在第四節拿到 16分 等於說 這兩個人 就 攻下了 差不多跟 跟對手差不多將近的分數 對啊 但是 我自己覺得啦 悟空 可能不會久留 我的猜測是這樣 因為他在第四節真的太弱了 如果說 鋼鐵人這個賽季 是真的還想要衝擊季後賽的話 第四節除了林舒豪跟克拉索夫 或林舒豪跟鐵米的搭配 他必須要有另外一個洋將可以做變化 那 以悟空來講 我認為他沒有辦法在第四節有太多貢獻 所以這可能是 他會被測換的原因之一 再來就是主宰力這方面 就是你說 他的表現如果我拿一般球員來 做比較的話 他是打得還OK 但是如果是以洋將身份來講 就有點像是 領航員一開始 他會被判斷季晴的那個洋將 Rivero 所以這部分我自己覺得 我是沒有那麼看好他 如果以這兩場比賽來講 那今天其實我覺得林舒豪 真的帶給這支球隊很多東西 因為這個賽季 他們就缺乏了一個 可以突破 同時具有分球能力的後衛 或者是風險 那本來 我在轉播當中有提到 本來這一點大家寄望的是周一翔 但周一翔這個 賽季落賽 那你說 像張傑偉他有切入的能力 陳右偉有切入的能力 王綠祥有切入的能力 但他們第一個 分球能力絕對沒有林舒豪好 右偉可能稍微好一點 但是右偉有時候切進去很難 分球的原因是什麼 他的外線不夠準 他的身材沒有像林舒豪 破壞力那麼大 他的終結能力也沒有像林舒豪 這麼強的時候 變成說 防守端的球隊不用調派太多的人力 到禁區 那相對的不是他沒有傳球能力 而是 外線的空檔不會像是林舒豪切入 的時候來的這麼大 那這部分的話呢 今天有看比賽的觀眾應該都知道 就是林舒豪一切入 最起碼禁區都是兩到三個以上的球員 做縮防 那這一點 我只能說 畢竟夢想家的身材就是比較愛想 隊到其他隊 Maybe前面一場到兩場可能會 沒有遇過這樣子的 後衛 我把他歸類在本土球 因為他不是洋將 雖然說是華裔 但我就統稱本土 沒有遇過這樣子的本土破壞力 所以說 之後呢 我覺得 可能一兩場過後 會慢慢想到防發 然後在防守的 佈陣上面會更明確 就每個球隊可能打 鋼鐵人打林舒豪打個 一場到兩場 快的球隊有可能在一場比賽當中 就做出應變 像這一場我必須說夢想家 他在下半場的防守 變化是做得還不錯 那第四節那真的就無可奈何 那其他球隊的話 有可能在一節當中 那有的球隊可能 調整比較慢的 會需要一場比賽 甚至到兩場比賽 也說不定 可以談談鋼鐵人 為什麼要Thank you太強嗎 明明太強加舒豪 進季後賽 機會會不會比較大 其實說認真的 現在 我覺得 太強真的沒有不好 只能說那個時候 球隊太混亂 然後他在 情緒的控管 跟其他方面 沒有辦法幫助到這支球隊 所以你說太強走了 是因為他真的很爛嗎 我覺得不是 而是球隊沒有找到他的使用說明書 同時那時候球隊也是一團亂 對 所以你說 他搭配 林素豪 鋼鐵人進季後賽的機會 會不會比較大 比起現在的克拉索夫的話 我覺得各有優缺點 我說真的 我覺得各有優缺點 我不會很肯定的講 林素豪加太強 一定大過於 林素豪加克拉索夫 但是太強的得分能力 大過克拉索夫 這一點是事實 但是你要想 他那時候得分那麼多 是因為球權基本上都集中在他手上 但是林素豪也是一個需要球權的 才能發揮他破壞力的球員 你看今天林素豪在場上的時候 可能只有在他調節體能的時候 會去放到二號位 可是他就算放二號位 也頂多只是在過半場的時候 不讓他帶球過半場 可是進攻的主軸還是圍繞著他 所以說這部分我並不覺得說 有太強加素豪進季後賽的機會 一定會比較大 對我只能這樣講 素豪的組織跟台灣的球員 真的有很大的落差 其實我覺得第一個球商有落差 但是第二個 不能忽視的是 他的身材帶來的 吸怪能力 真的不是一般的 台灣球員擁有的 可能 maybe 巔峰的林志傑有 但是巔峰林志傑的 傳球視野 也跟組織能力 還沒有像現在這麼成熟 當他現在成熟了 變成說他的打法比較養生 然後球隊也不是讓他 像林舒豪這樣子打 所以 的確你要比一般的球員的話 我覺得那真的沒得比 那真的沒得比 想問舒豪打富邦 是否會遇到加盟後 最大的阻力噴射機 或是新特利 能否有效率的限制舒豪